我們是正義的一方 要和二世林來對抗 辦公室裡面 一整個三層展示櫃 滿滿都是李婉玉的最愛 只要被我看到了 就會千方百計的 把它埋下來 像這一個 幾乎有半個人這麼高的公仔 是他特別去動漫店 跳樓大拍賣的時候 搶回來的 有兩個很大的 他要把它賣掉 有一個是比我的人還高 可是我是還沒有空間可以擺 所以我就忍痛割捨 他要拿到這個中型的 最特別的是這一個 朋友專程從日本 幫他帶回來的 純木材質無體鐵金剛 花多少錢才扭到 這個多少錢 我忘記因為非常久 可是我知道他 好像幾乎把兩台機器 都快扭光 無體鐵金剛 就是正義的化身 他也想成為 如偶像般耿直的人 所以連身上佩戴的胸針 也是專程從日本買回來的 因為以前就是沒有重播再重播 錯過就沒有了 所以一定要趕回家先看再說 說起無體鐵金剛 五六年級生一定不陌生 琳瑯滿目的復古卡通 周邊商品和公仔 最近更掀起了一股 1970 1980年代的動漫復古風潮 90%大概是40歲50歲左右 比較有財力的 才有辦法去收以前的 像是鋼彈 滲鬥士 小甜甜 科學小飛俠 雖然有很多舊版翻新 但年度久遠的周邊商品 動輒上萬 價格可不便宜 記者黃家瑋 唐子晴 台北報導